请观察 1平方加3平方加5平方加1 是12的倍数 连续3个基数加1是12的倍数 3平方加5平方加7平方加1 也是12的倍数 那你判断说 任意3个基数连续基数 它的平方和加1的话 是不是都是12的倍数 如果是的话请加1证明 如果不是的话找个反例 好我们现在来证明这是对的 好我们怎么证明 这连续3个基数 我假设它是2k-1 下一个基数是2k加1 下一个基数是2k加3 那我把它的平方加起来 平方加起来 平方加起来以后再给它加1 看看会不会是等于呢 会不会都是12的倍数 这个展开来多少 这有4k平方4k平方4k平方 所以这个4 3 12 12k平方 那一次方的这个交叉项跟交叉抵消 所以一次项的只有这里有 这里有21比较是4 3 12 加12加12k 加12k啊 那这加长度下 这里有个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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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个9 就11加11加9 再加1 等于多少 这10嘛 这12了 没错 它的话呢 都是12的倍数 可以抽出12来 K平方加K加 所以这个命题是对的 都是012的必须